好,我們上一次基本上已經講了一些 這裡面背動句的,從它的主語的要求到 講了這個背動句,它的幾部分主語 還有這個背誰,背什麼,這個動作者 還有這個動詞的有哪些要求和這個其他成分 有哪些要求我們促行一下,回顧一下到我們講的那個部分 然後再看 這個背的意思總是表達的是它是一種背動 它是一個被動的很明顯的一個標誌,對吧 標誌著就是說這個主題它受到了什麼 這個主語它受到了什麼遭遇,是吧 就是從這個字本身它原來的意思就過來引伸到後面 這個字它的意思沒有了,它沒有實際的意思了 變成了一個介詞 然後我們也對比了這三種句子 一會兒我們的練習裡面也會有這三種類型的句子的練習 你可以更多的感受 在什麼時候人們用背動句 在什麼時候用這種 就是沒有標記的背動句就可以更自然一些 這是更符合漢語的這種說話使用的習慣 當然法字句也是使用的情況 什麼情況下使用 你要強調那種處置意義的時候來使用 它的主語 一般是名詞性的詞語 像名詞性的詞語 包括動作 包括就是說 如果它前面你看起來像是一個動詞 其實它說的是這種動詞 這種動作造成這種結果 整個這種動作 所以我們只能說是名詞性的詞語 我們不能簡單地說這是名詞 名詞性的詞語是這種情況 比如它幹壞事 對吧是這種情況 這種它幹壞事整個這種情況 被我看到了 這是它的主語方面的一些要求 下面就是 也是說這個主語一般是有定的 就是我們已經知道的 這是一個這樣的例子 但是呢因為我們這些例子 都是把這些句子從語境當中抽出來的 讓它失去了語境 所以你覺得這個一封信 這個很奇怪 但是你要把它加上語境 這裡就是可以的 因為它是有一定的語境的關係 它想要表達的 就是一個茶杯被震的怎麼樣 不需要知道哪個茶杯 這也是表達的需要 那下面就是這個冰雨 冰雨它是發出動作的還是受到這個動作的 對 在被子裡面它是發出這個動作 它對別的對這個能夠產生影響的 它是發出動作的 有的時候也可以省略也可以不說 因為這個不重要 對吧 比如 它 它 它被偷了 我要強調的是它的遭遇 它被偷了 對吧 那如果說 它被它的 什麼 朋友 甚至或者什麼 它被 什麼樣的人 那這個是我要表達的重點 是吧 所以這裡的 要看你是否需要讓這個冰雨出現 這裡是可以省略的 當然在句子當中 在長的句子當中 因為這個句子 這個句子它們有同樣的部分 所以這是一種省略 不需要再重複 再重複 就過分了 好 特別是像這個 在這個 是 的 結構當中 如果這個被 出現在是和的 的句子當中的話 它 一定是要強調這個被 什麼 所以在這個 是 的結構當中 這裡的 被什麼 一般來講 是 一般來講 就是 是 它想要表達的重點 所以 比如 我們針對 但是呢 也有具體的情況 也是你看你表達的點 對吧 比如 如果用是 什麼什麼的 來提問的話 比如 它是怎麼受傷的 它是 被撞傷的 或者 它是被自行車撞傷的 我說 它是被什麼撞傷的 它是被自行車撞傷的 就是 在這個 提問和回答 它想要表達的那個句子的焦點 也是 不一樣的 也要 根據情況 來 選擇 來表達 然後 然後 就是 這個部分 就是 它的動詞 一般是 極物動詞 為什麼是極物動詞 還記得這個動詞的配價 還記得這個動詞的配價 伊老師講的那一部分 動詞的配價那一部分 為什麼這裡的動詞應該是極物動詞 因為 又有 因為有 收視者 嗯 所以 這個動詞之後 我必須 加 一個 收視者 因為 這個句子 用別的方式 比如說 不用 被子句的 句子 也可以 用另外一個 句子的 形式 表達這種意思 是的 明白嗎 但是 你想要說的關鍵的時候 我們明白 這是動詞 對吧 它為什麼 一定要是極物動詞 極物動詞 表示什麼 極物動詞 極物 極物 東西 就是這個 對吧 就是這個動詞 極物 涉及到別的物體 當然 動詞 也有動詞的 發出者 對吧 erne 動作 opportunities 或者我們叫做 詩詩者 其實集物的意思就是表示這個動作,動作當然首先它有一個失事者,對吧? 誰做了這個動作,誰發出這個動作,首先它肯定有這個,對不對? 如果沒有誰做了這個動作,無論是誰是什麽,它都需要有一個失事者,對吧? 那就是說不集物動詞,集物動詞它表達的是它後面應該是有失事者的,也應該是有受事者的。 那現在我的問題就是這個為什麼要用這個集物動詞? 現在你知道該怎麽說這些,然後再表達一遍,再說一次。 為什麼被動句裏面的動詞應該是集物動詞? 少爺:「逼女就是受事者。」 S,S就是收視者。 收視者? 嗯,不是收視者。 我的意思是,被子句經常可以把被子句說成另外一個句子, 不是被子句,是主動的。 是指把子句嗎? 這樣的話,收視者不在前面,收視者在後面。 你是說這個,那我們也寫出來把子句,是嗎? 好,你繼續說,我可以幫助你來講講。 你是說被子句經常能夠換成一種主動的句子? 對,比如說O把S,應該換S和O。 我們不用S和O,我們用A和B。 不然的話,這個會造成一種困擋。 比如說,自行車被賊偷走了。 如果這個動詞不是極無動詞的話,那就不能交換。 是說這樣他們有這樣的一個交換的關係,是嗎? 如果它不是極無動詞,就不能交換。 应该是结果 但是不是原因 对 这不算是原因 这并不是说 因为他们必须要这样交换 所以他应该 这不是原因 其实原因 其实你刚才已经说到了 就是这里面 他同时出现了受试 同时也出现失试 只不过有的时候 人们不说这个 但是其实他的内在的要求 就是需要这个 是吧 我的目的就是 希望大家能够 自己来表达出来 好的 因为他表达的就是 两种事物 事事和受试 是A和B之间的关系 如果缺了一个 这个句子 就不应该用被动句子 不是这样的关系了 对吧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些其他 就是这个部分的 这个其他成分 通常是 后面是 后面是表达的是怎么样了 对吧 施加了什么样的影响 或者B法A 怎么样了 对吧 搞错了 吃完了 看成了 什么什么 对吧 都是有一定的 这个 也可以 你可以 也可以理解 有一定的 在法字里面是有一定的 处置的意义 在被子里面是有一定的 这种影响的意义 对吧 那他们就是对于 这一部分的要求 对 还是关于动词 动词有的 一架动词 我们也讲的 对吧 是因为他这里 自己就已经带了一个 带了一个那个 带了一个受试 带了一个诗 带了另外的一个兵 所以其实他是带了 这个另外一个食物的 就是免值 这个值 就是 也是一种物 对 也是一种受试者 其实 其实这里面 他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是说这里面 其实就相当于是 有 其实这个 相当于是一个 相当 你可以理解 相当于是三架 对 因为 对吧 他 被谁 免了 什么 对不对 这样的三架东西 对吧 这样三架 我 送给他 什么东西 对吧 这里面 对 这种三架 其实 他这里是 虽然他 你说他是一架东西 但是他 自己还是带了 另外一个 小的兵 就是这种 戍兵 然后上一次 我们也讲了这种 被自杀 被就业 被结婚 被辞职 这是网络 因为网络的发展 人们现在发展出来 理解 能够理解的这种 就是 这种 这种 这一类的 动词 他 必须是 自己主动 做什么事情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又给他前面 加上被 双引号 来表达 这不是真的 自己做的 而是 被别人说的 被大家认为 这个人 很无辜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说 我已经结婚了 我怎么 不知道 那种 对吧 这是叫做 被结婚 是大家说他 结婚了 所以 像这个网络事件 出现 是因为 网络很发达 对吧 人们讨论明星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什么什么 讨论明星 讨论什么样的 社会事件 当人们不清楚 这个事件 他们 说说说 但是对于 这个事件 本人 对吧 对于 发生这件事的 本能 它是一个 被动的 被大家说的 这样一个 情况 所以 这种 表达的是 被设计 或者被裹挟的事件 他很无辜的 遭受到了 这样被大家说的 情况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个 这些 其他成分 通常 他 比如这里面 他被车撞了 他被车撞伤了 小王被我们拉过来了 李林被他气得哭了 所以 他的 像这个 他被车撞了 这里面 表示的是什么 发生 再来看 这里 撞伤了 被我们拉过来了 气得哭了 他的意思 指向的 就是 这一步 对吧 你看这里 是谁伤了 是谁过来了 是谁哭了 请进 他指向的 就是 那 他指向的 意义 对吧 他的意思的 指向 是在 这里 发生了什么 他 最后 怎么样了 就是 他指向 这一部分 但是 也有的情况 其实 他 并不是说 直接 他怎么样了 而是 他遭遇到的 情况 比如这里 他被我 吃了 五个旗子 下旗的时候 我吃了 他五个旗子 他被我 吃了 五个旗子 所以 你看啊 他 跟五个旗子 之间的 关系 跟前面那种 不一样 比如说 他 伤了 他哭了 跟前面那种 情况 不一样 那 这个 衣服 被烧了个洞 当然这是 另外一种结构 烧了个洞 就是这样的 洞 洞子 又加了一个 冰雨的 这种情况 当然也是 说的是 衣服的情况 这里呢 五个旗子 说的是 他下旗 当中 扫雨掉的 一种情况 再来看这里 他被狗 咬伤了手 这里是 洞子 加上他的 冰雨的 他 那 其实他的结果 还是 他伤了手 然后这里 箱子 已经被绳子 捆紧 就是说 箱子 也 箱子 已经 处在 那样的 状态 最主要是说 这个 他的其他部分 指向的 是这个 动词 不是 是这个 这个受试者 对吧 对他产生的 影响 他的结果 是什么样的 所以 也正是因为 这个 补语 在 语意上面 都有一定的 这种 语意指向 这个 就是 他的 他说的是 跟他有关系 这种叫 语意指向 所以呢 像 结果 补语 比如 看错了 读错了 吃完了 结果 就是结果 补语 再比如 趋向 补语 再比如 趋向 补语 对吧 我把他 拉过来了 他 被我 拉过来了 或者 球 被他 踢跑了 这种表达 方向的 球 被他 踢走了 球 被他踢 飞了 是球 飞了 对吧 这样的 趋向 补语 还有 情态 补语 情态 补语 是 比如 比如 他 被学生 气得 怎么怎么样 气得要命 气得哭了 或者气得 非常非常 气得 晚上睡不着觉 这种 情态 补语 指的 也是 他 受到的 影响 这里 所以 在这种 像 当他后面 是 结果 补语 趋向 补语 或者情态 补语 他通常 指向的 都是 这个 怎么样 这样的 句子 都是可以 就是 被字句 变成 把字句的 比如 像这种情况 李宁被他 气得哭了 他把李宁 气得哭了 在这里 我可以给大家 一些 这个 把字句 和被字句的 训练 这里有 很多种 有的是 改成 把字句 有的是 改成 被字句 有的是 改成 这个 可以看 我打印的 不够多 所以 可能需要 分享一下 所以最好 你们能够 坐在一起 分享一下 我打印的 不够多 所以或者 你可以拍照片 然后 然后一起 分享一下 好吗 对 这个 前面 跟 跟 跟 一起 说 对 对 对 这样 就是 嗯哼 这里呢 这里 对对对 嗯 或者 对 我这里也有 我也可以打开这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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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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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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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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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第一个 这里是原句子 一座堤坝被凶猛的洪水出荒了 冲垮了 冲垮了 一座堤坝被凶猛的洪水冲垮了 这里有一些 一座堤坝被凶猛的洪水冲垮了 如果是被凶猛 你把它变成把子猛 如果是把子猛 你变成被子猛 什么被什么怎么样呢 或者什么把什么怎么样呢 我在这也不太明白一座 一座就是一个量词 低瓣 什么是低瓣 各种瓣就是低瓣 对,那个更难理解 各种瓣 然后这里有瓣 对吧 然后继续有效 对 好 有一座堤坝 坝 坝 你要注意看 发生病 一座堤坝被洪水冲垮了 换成坝子去的时候 这个可以帮助你 这个可以帮助你 我还是不做这个 我现在不太明白 真的 好的 那第一个我来做 这个 一座堤坝被凶猛的洪水冲垮了 洪水凶猛的洪水把堤坝 这时我把一座就去掉了 因为这里应该是一个确定区 把堤坝冲垮了 这样就可以了 对,可以直接写 然后 这个可以写 然后 那下面第二个 可以试一试 凶猛的 是指非常强的水 水很厉害很大 很多 多 好 还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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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个小妇的衣服 嗯 嗯 嗯 我们不发音的什么 直接说 翻译 是吧 嗯 你可以帮助我翻译一下 让我学学合影 嗯 嗯 小妇的小妇的小妇 应该用那个把是吧 嗯 这个用把还是背也可以 嗯 这里这里改成用把自己 那就用把 嗯 好的 嗯 嗯 嗯 雨水把小妇的衣服 嗯 淋湿了 就是这样子 嗯 雨水把小妇的衣服 淋湿了 就是这样子 嗯 好 阿莉莉您可以吗 第三个 嗯 嗯 嗯 一向任务 嗯 嗯 一向任务 嗯 不破 嗯 嗯 嗯 同学把 一向任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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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把 这一向任务 嗯 这向任务 对 同学们 把 一向任务 嗯 对 同学们 把这向任务 嗯 可不可以 把这句话 换成被子决 可以 你试一试 嗯 嗯 琳娜 有 不是 我也是有 自己的想法 我想 试试另外一个 嗯 我被同学们 交给任务 我被同学们 交给任务 嗯 嗯 我被同学们 安排任务 嗯 可以说被安排 但是不能说被交给 嗯 嗯 好的 另外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 任务 被同学们 交给我了 嗯 可以 任务被同学们 交给我了 或者我被同学们 安排的任务 但是不能我被同学们 交给了 因为交给是他们的动作 嗯 就是 这样 他们不能说 嗯 是不是你的任务 呃 怎么翻译才好 怎样才好 或者 还是 任务 当讲任务的时候 一般来讲是指工作方面的任务 或者在军事领域 的任务 比如我的老板 教给我一项任务 啊 你今天要把这个翻译完 这是任务 嗯 要参加汉语 汉语桥比赛 这个你可能觉得 这个跟学生没有关系 那你这个可以理解为 是一个任务 嗯 对吧 老师给了我一个任务 让我参加汉语桥 我要多准备 多做 更多的工作 这种是任务 嗯 哎 幸运 嗯 姐姐送给我一件 一件最有意义的一物 姐姐把最有意义的礼物 把这个最有意义的礼物 把这个一件去掉了 姐姐把礼物 把这个最有意义的礼物 把这个一件去掉了 嗯 姐姐把礼物 因为当我们 其实 其实这个句型转换 你要注意到 它的句型转换 虽然用了把 但是其实它的意思 可能会发生了变化 对吧 比如这里说 姐姐把礼物 交给 通常你们交给了我 或者交给我了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 她把礼物交给我了 对吧 如果你说 她把任务交给我 我感觉这个句子 好像没有完成 嗯 嗯 是吧 你也有这样的感觉 证明你的语感已经很强 是吧 好的 下面安那顶 盛一双 看好了孩子的病 嗯 孩子的病被盛一双 看好了 嗯 你法呢 嗯 盛一双 把孩子的病 看好了